在马来西亚呢 日系品牌可以讲是占了半边天 如果你不算国产车品牌的话哦 Honda Toyota Mazda 它们的销量都非常的高 那么其他的日本品牌怎样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Nissan 其实呢 马来西亚很多人是对 Nissan 有期望的 可是 Nissan 的表现呢 就不符合人意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会找来这个 Nissan 过去 10 年的销量做一个对比 给你看一下以前的 Nissan 多强 现在的 Nissan 销量是有多糟糕 首先呢 在影片旁边呢 我们会列出过去这一个 Nissan 10 年的汽车总销量 重点啊 这个是在马来西亚的总销量啊 整体的成绩其实看起来还不错的 不过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因为 2020 年跟 2021 年呢 是因为这个 MCO 的关系啦 所以这个汽车销量我们就不记录统计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 Nissan 在早几年呢 它的汽车销量真的很出色 巅峰呢 甚至有超过 47,000两一年 其实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除了这个 Honda, Toyota, Proton, Produce 之外呢 几乎是没有汽车品牌可以做到这样子的销量的 但是 Nissan 做到了 所以你就知道当年的 Nissan 有多强 那么为什么以前的 Nissan 那么强呢 其实 Nissan 在当时的马来西亚市场呢 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款爆款车型 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朋友还会记得这个 Nissan Sentra 还有这个 Grand Livina 这两款车在当时的销售成绩都不错 然后在步入 2012 年之后呢 他们又有一款爆款新车 那个就是 Nissan Almera 为什么当时的 Nissan Almera 那么受欢迎呢? 它外观又不深啊 我看对不对?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便宜啦 因为折扣到来呢 入门版车型呢 6 万块都不用 所以呢 它就成为了当时最便宜的日本车 也因为这一点呢 所以它吸引了很多消费者去光顾它 那么除了 Almera 之后呢 Nissan 在当时还有两款车型是一定要讲到的 就是这个 Nissan S-Trio 还有 Nissan Serena 尤其是 Nissan S-Trio Nissan S-Trio 在当时发布之后呢 成为了马来西亚市场呢 最畅销的 C-7 SUV 最大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它外观设计好看 实用舒服 还有它是这个 5 加 2 的设计 当时的 C-7 SUV 极少数会提供这个 5 加 2 的作为设定 因此这一点也成为了 S-Trio 最大的卖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销量从 2013 年开始呢 是节节攀高的 曾经有连续 4 年维持在了每年销量 4 万辆 现在呢 除了 Honda 跟 Toyota 之外的其他日式品牌呢 基本上都做不到这个销量 那么大家就应该会好奇哦 那么当年的 Nissan 卖的那么好 为什么突然间销量会出现大跌 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 Nissan 并没有做出产品更新 在 2015 年 Nissan S-Trio 发布之后呢 Nissan 曾经陷入一段很长时间没有新车发布的情况 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夸张啦 从 2015 年 S-Trio 发布之后呢 到它下一款新车发布已经是 2018 年了 那一款新车就是还在卖着的 Nissan Serena 啦 这三年里面 原厂最多就是推出一些特别版啊 或者是 Nismo 版本的车型 或者这样是一些稍微升级的车型来维持这个市场竞争力 也因为如此呢 它的市场销量出现大跌 而销量出现下滑之后呢 Nissan 采取什么措施来提升销量呢 就是 Discount 当然 Discount 对于买新车的朋友来讲是很爽 但是对于已经买车的朋友来讲呢 它们受到的影响就是这个车子的二手价 另外呢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呢 Nissan 在本地呢 也有发布了一些 可能不大那么受惯赢的车型 包括了这个 Nissan Selfie 还有 Nissan Tiana 这两款车 其实在当时来讲呢 它的整体这个竞争力 包括它的动力配置 包括它的配备 其实都算是在主流之上 可是就是因为这些位置原因 导致它的销量不是很出色 也因此拖累了这个 Nissan 的销售成绩 我们从销量的数据可以看到 从 2016 年之后呢 Nissan 在本地的销售成绩就出现 大幅度的下跌 不过呢 它基本上还可以维持在 2万5千辆之上 这个成绩基本上也还是不错啦 2018 年因为折扣的关系 加上这个新一代 Serena 的关系呢 所以 Nissan 在当时的销售成绩 是有稍微上涨的 可是第二年又急剧的下滑 这主要是因为呢 Nissan 又没有新产品引入了 它们只有在 2019 年发布了 S3 的 Facelift 版本 要知道呢 其实这个 S3 的 Facelift 版本呢 在国外呢 可能是在 2016 或者 2017 年已经发布了 但是马来西亚拖到 2019 年才发布 因此呢 产品的竞争力已经大大不足 那时候的 C-Segment SUV 呢 已经重新被 CR-V 所掌握 因为那个时候呢 C-Segment 的 SUV 市场呢 已经被 CR-V 所掳获 那个时候呢 Honda 在 2017 年发布了新一代的 CR-V 除了外观设计好看跟空间大之外呢 它还采用了动力强大的 VTEC Turbo Engine 1.5 的引擎 但是可以爆发出 193 PS 的动力 这个表现呢 甚至比起 Nissan S9 更好 然后加上配备也更丰富 价格也更有竞争力 因此消费者大多数都跑去了 CR-V 那么为什么 S9 最大的卖点 5加2 的座椅设定发挥不了功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那个加2 的座椅太小了 就算在载小朋友 小朋友都会辛苦 所以这个最大的卖点可能也会成为它的缺点啦 当然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 在 2020 年之后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当时新车发布会好 新车的销量都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影片的一开头 就有讲到这个 2020 年跟 2021 年的销售成绩 我们不列入考虑 当然这几年间呢 Nissan 并不是没有力往狂烂啦 就好像他们就有发布了这个 Nissan Almera 的大改款车型 而且它也是目前马来西亚上唯一一款 采用涡轮增压引擎的日系 B-Segment 车款 那么为什么这款车不畅销呢 那么这款车之前不畅销的原因 我们也有分析过啦 大家可以搜索我们之前的影片去做一个了解 那么我只想讲的就是 Nissan 在这几年的这一个工作呢 其实并不成功啦 他们在 2022 年跟 2023 年的销量分别是 一万三千多辆跟一万辆 大家要知道 2022 年跟 2023 年本地汽车市场的销量是屡创新高 我们的国内总汽车销量更是在 2023 年突破了 70 万台 但是 Nissan 完全没有办法在里面分一杯更 主要的原因就是产品更新慢 而且呢国外已经卖了很多年的这个 Nissan Kicks 最近才刚刚全部要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啦 这个动作是有多慢 当然这个情况下呢 你可以讲市场营销不利是 ETCM 的问题 但是 Nissan 本身其实也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啦 因为他们目前有很多新车没错 但是基本上都是左驾车型 没有右驾车型马来西亚市场是买不到的 从巅峰的 47,000 多辆 跌到现在只剩1万辆 你可以看出过去10年 Nissan 在本地市场的表现是真的没有那么好 那么它的表现差嘛 对于一个一线的日系品牌来讲当然是差 可是如果它是对比其他的品牌呢 1万辆的销量其实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啊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以它现在的销量啊 不要讲 Mazda 它连 Mitsubishi 都追不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点啊 我个人对于 Nissan 还是有一点情怀在的 因为 Nissan 本身的车子是不错 只是希望不管是 ETCM 也好 还是 Nissan 本身都好呢 可以再专注马来西亚市场多一点啊 你觉得是不是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些影片的内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然后你对 Nissan 有什么看法的话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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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